2023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8号中华队在首战出师不利输给巴拿马 不过10号晚间将继续迎战意大利 远东百货花联店和花联市公所 合作办理世界棒球经典赛直播派对 现场规划周边丰富的美食摊位 也祭出多项优惠活动 鼓励球迷朋友酒团看比赛 吃美食拿好康 2023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8日正式开打 远东百货花联店和花联市公所 合作办理四个场次 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直播派对 祭出200寸大萤幕同步为中华队加油 而为了让球迷朋友观赛不无聊 花联圆百推出在地回馈优惠活动 规划周边美食 并邀请馆内美食专柜推出限定餐点 6年前到6年后 我们终于有在我们的台湾这里 举办我们的棒球经典赛 为了这三天的筹备期间 我们尽力的为了服务乡亲 把一些现场可以带上来的一些便当 或者是甜点圈 都带上来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比赛 看得精彩 也能够把自己的肚子喂饱 包括Mr.Donald 包括开饭想太多的便当 还有我们的活动客在外面找的车轮饼 各式的小点 还有麦当劳也有推出一系列的特餐 然后还有古拉爵的披萨 也有特价 199等等的 希望大家能够比赛看得精彩 也能够喂饱自己的肚子 尽管八日晚间中华队在经典赛手战出师不利 输给巴拿马 不过10日晚间将继续迎战意大利 10日晚间 华联士代会主席将在后门建林广场 送出百分意大利面 邀请球迷吃爆意大利面 打败意大利队 喜欢棒球的乡亲 欢迎前往现场观赛 同步为中华队加油 记得讲帮演华联士报导